现在在广东东莞的恒丽镇 今天到这边出差 然后顺便路过这个星达厂 星达厂是一个做玩具的 好像是一个外资公司吧 以前在这边是挺大的 一个挺有名气的公司 那在抖音上大家也经常看到 一些人在刷星达玩具厂的一些视频 那因为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嘛 然后大家也没有手机 所以在抖音那边很多人在找 当年在这边曾经工作的一些同事跟朋友了 那我今天刚好路过这边 就拍一下星达玩具厂 现在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你要在地图上找星达厂的话 是找不到的 只能找一个公交站台 星达公交站台 那现在的星达玩具厂已经倒闭了嘛 那在地图上是看不到它的影子的 那现在是变成一个云井工业园 对面就是云井科技产业园了 就是星达厂的前身 那现在厂房也在做一些招租了 云井科技产业园招租中啊 现在的这个星达厂已经是变成一个产业园了 那它的命运还算好的吧 不像那个育圆鞋场一样了 大部分都是空在那里 这个星达厂还是挺大的 对面围墙都挺高 比人还要高的这个围墙 那我是第一次看到过这么高围墙的玩具厂了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围墙的厂了 第一次过来这边呢 也不知道这个星达玩具厂 它的厂房到底是多大 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啊 我看到对面这个围墙挺高的 应该就是里面整个厂区 都是属于以前的星达玩具厂吧 这个围墙还是挺高的 这个围墙有好几个大门啊 这个是第二个大门 刚才那边写了云井产业园的是第一个大门 那这边可能是又租给了另外一个老板嘛 这边打的是梦想自古 我们过对面去看一下 捞着这个围墙很高的房子走一圈 看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年这边是一个大厂 我想很多人在这边工作过了 那同时啊 当年这边周边的经济应该是非常好的 就是有很多做生意的在这周边了 那我们一起到后面去看一下 星达厂背后的一些故事了 现在是在这个厂房围墙下面 你看这个围墙非常非常高啊 最少都好几米吧 我的个子有一米七 但是我站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这个围墙应该在五米以上了 那以前不知道这里面是做一些什么高档的东西啊 做玩具的围墙 为什么围的这么高是后面改装的吗 这个不是很清楚了 这条路叫做城乡路 这边还有一个大门 这边还有一个后门啊 这个后门比较小一点了 那这个围墙还是挺高的 应该是这个围墙以内的都是以前星达厂的一些工厂用地吧 这个厂以前在这边还是挺有名气的 是一个大厂嘛 然后当时它又是一个外资企业 所以刚开始的话 在薪资福利待遇方面 这个厂还是挺好的 那后面坐着坐着 有人就在网上说 它后面就越做越小吧 然后工资有的时候都发不出来 那后面就是这个厂就倒闭掉了 那为什么它会倒闭呢 这个可能跟企业经营也有关系吧 那一个大厂的话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小厂往往转身比较容易一点 那对大厂的话转型起来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稍微有不胜的话可能就会倒闭 就像当年的诺基亚一样啊 这么大一个公司 那说倒闭就倒闭掉了 这个就是大厂的一些劣势吧 这个是园区的第五个大门了 那这个门现在已经关着 然后门口写着是原房东厂房出租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后门吧 现在没有开了 边上是一个宿舍楼了 现在还是有员工居住在里面的 因为晒了一些衣服 这个是厂区背后的一个生活区了 那很多人在这里摆摊做生意了 看上去是稍繁华一些的地方了 因为在园区的正门是一条大马路嘛 所以那边是做不了生意的 那当然很多商家就跑到这边来做生意了 这边是一些出租房啊 这个是园区背后的一条商业街吧 看上去 在这个园区的后面还有一个大门 这个应该是第六个大门 那现在这个大门也关闭掉了 这里贴了一个广告 专业生产高频变压器 新奶玩具厂有人在网上吐槽它的不好的地方 说它是一个黑厂啊 那当然也有很多曾经在里面工作过的这些工友们呢 在寻找他当年的一些同事一些朋友呢 很多人在抖音上问呢 在寻谁谁谁哪一年的什么QCI或者什么组长这些人 那我想这么大一个厂的话 当年还是留给我们很多美好回忆的 虽然说这个厂现在不在了 那每当我们回忆起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回忆感慨了 希望能找到当年的一些朋友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缺少一些联系方式嘛 没有手机啊 也没有邮件QQ什么的 所以很多都失联了 但是回忆起当年曾经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呢 难免会想起 去找找这个人 看看他现在在哪里啊 状况怎么样子啊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在厂里头 这种关系都比较纯吧 就大家玩得都会比较好 感情比较单纯一点 这后面的围墙就稍矮一点 大概有两米多吧 我不知道这一个片区 这个后门这里是不是属于 原来星塔厂的一个工业厂房的位置了 一个界线了 这个墙上都贴了一些小广告吧 院内厂房分租 是可以分租的 你要租一层就一层 一栋就一栋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招聘广告 工资是4500到5500 然后加班 这个是加班小时 15块到20块吧 还是怎么样 这里又有一个大门 这个是第七个了 还是第八个大门 那从这个大门来看 应该这里面都是属于新打场的吧 就是这个围墙之内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当年这个新打场的规模是有多大的 这边也有一些招聘信息了 其实这个应该是中介贴出来的 16块到22块钱一个小时 16块钱一个小时就是很低的工资了 这边贴了蛮多一个招工信息的 但是工资普遍的话都是四五千块钱吧 就是十来块到20块出头一个小时 这个应该可以代表 整个东莞流水线的一个工资情况吧 现在招工也很不错 很难现在找工作也很难吧 就是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 招工的话也很难招到这个流水线的员工了 在这个侧面这边一条街都是做饮食为主的了 那生意还是不错的应该 刚才转了一圈的这个园区 那这个园区还是挺大的 那可以想一下当年的新打厂应该是挺大的一个工厂了 里面员工应该是非常多的了 那这个园区有六七个七八个大门吧 那现在他也不叫新打厂了 已经叫云井产业员了 就是租给其他老板了 然后这个老板将这个厂房呢 分给其他的一些工厂 分租出去了 那现在城墙外面呢 也贴了很多招工的告示了 从这个告示来看 大家也可以了解到东莞的大概的工资 就是流水线的工资了 并不是说这种技术员 或者说这种高级白领了 那普通的员工的工资大概就是四五千块钱 那行 这一期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拜拜